而第三选区的先援候选人黄鑫 5号上午举办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包括了前县长谢森山、陈清水 地方大佬和支持者都来到现场 来为黄鑫加油打气 黄鑫表示这次的选举竞争相当的激烈 再次恳请乡亲能够支持他 继续为地方来发展努力 5号一早 黄鑫县第三选区先援候选人黄鑫 并且在他的服务处成立竞选总部 包括前县长谢森山、陈清水 以及支持者共同来为黄鑫加油打气 黄鑫表示担任过三届的县议员 两届的吉安厢长 直立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 对地方需求他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 而这次参选人相当的多 恳请乡亲集中选票 让他继续为大家服务 吉安厢的建设黄鑫在议会8年的一个累积的经验 继续来到我们吉安厢来担任 8年9个月 两届的一个厢长累积的经验 以及来到我们这个19届的议会 黄鑫一定会在基层的方面 不管是地方的建设或在议会的监督 我相信黄鑫一事就是理性 非常理性的去问证 从来没有谩骂过我们的官员或者是县长 我希望他能够在我们的基层 能够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给他鼓励跟加油 绝对是比谩骂来好得多 所以县县商县县长也是知道黄鑫的个性 黄鑫的个性 所以今天非常的非常的感恩 还有我的所有的家人 一个选举的过程 在拜托的过程上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也看在心里 因为我没有休息 他是没有办法 择武旁贷 所以黄鑫在往后接见 能够顺利来当选的话 黄鑫已经是尽最大最大的全力 来照顾我们自己的乡亲 地方的服务 黄鑫一定会脚踏实地 你这么多年来挂上的一个招牌 我一定会把它插得更亮 黄鑫表示因为疫情的影响 原本要以朝会的方式来成立竞选总部 由于乡亲相当的热情 全力来支持他 他可以说是相当的感动 有地方大佬乡亲的支持 继续来支持他 为其他未来发展来打拼 记得继续节目到